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11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 連才爺陳茂波都中招 說中什麼招呢 就是這個網上騙案 財政司辦公室要發出最新的聲明 情況如何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雙也跟進一下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商業電台的最新報道 政府呼籲提防藝務陳茂波訪談的詐騙廣告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表示 網上流傳藝務司長陳茂波訪談的詐騙廣告 再有陳茂波的姓名和新聞圖片 有使用戶點擊連接到可疑的交易平台 呼籲市民提高警覺 財政司辦公室澄清 從未發出或授權任何相關的廣告 陳茂波司長也沒有進行虛購文章的所謂訪問 內容傳屬虛購 已經將事件交給警方 跟進調查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是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發出的最新聲明 就說到陳茂波財政司 並沒有做到相關廣告所謂訪談 估計就叫大家進去看看陳茂波說什麼財政政策 然後就說若然你投資就可以發達 這個主角由較早之前曾經是羅智光局長 現在就變成陳茂波司長 都擔心的 因為最近的騙案越來越厲害 請各位網友多加提放 若然你的朋友正在看相關訪問 就說陳茂波這樣說的話 你就可以很聰明地跟他說這件事是假的 令編商和各位網友跟進一件奇怪的網絡熱話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導 愛宋員嫌辛苦出巷 把外賣掛在樓下的單車 大埔外賣員就說 這麼近你不會自己去買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近年外賣平台普及 不少港人都會選用 花錢買一個方便 昨天大埔有一位男人 在晚上叫家樓下餐廳的外賣 見外賣一直都未送到 於是查一查信息 發現送外賣的步兵 一連傳來四個信息 令到事主在黑人問號 不禁回覆就說 蛤? 外賣員原來就慎 辛苦全身大汗 不肯送上樓 隨意就把外賣掛在街邊 事主網上發鐵文就分享這宗歧視 牽起網民的熱烈討論 昨天6月10日 事主在Facebook群組大埔 以及大埔人大埔谷發鐵文 鐵文附有一張電話截圖 顯示昨天晚上10時53分 事主用了Foodpanda外賣平台喊外賣 給錢就給83元 查看聯絡你的外賣員一欄 發現外賣員傳來四個信息 分別10時43分 10時44分 以及一共有三個信息 都是埋怨這位事主 首先就說 這麼近距離你不會自己去買 要我從窗運中心跑過來 亦都說全新大巷 商隔對上一個信息 7分鐘過後 那個外賣員又傳來一則信息 通知顧客到樓下某個地方自己拿外賣 事主看過一輪信息後 就回應了一句 蛤? 第四個信息內容是這樣的 就說 不要說我沒有良心 外賣就掛在庫營門旁邊的共享單車 自己來拿 事主就位處保護 外賣就叫家附近位於保護商場二樓的日式料理 提及不想走才用外賣的程式 他回覆網民有提及 最後是有下樓拿個外賣 就說拿了 他掛在這裡 人就不在 有投訴 不知道Foodpanda會怎樣處理 網民就問事主 在家去到共享單車的位置是否很近 他無奈地說都是要下去拿的 有網民都一頭霧水 就問是否事先有其他事發生過 事主都不理解 他就說沒有前文 我看他那麼久都未送 按進去看看 就見到這些短訊 網民一面倒批評那位外賣送遞員不負責任 離譜 當中少有一位網民說好說話 就說雖然這位外賣送遞員的確不夠責任心 但其實各位外賣送遞員需要視為走動 去餐廳又要去買客人的地址 的確是辛苦的 要日曬雨淋 就算晚上也會流汗 所以希望各位盡量體諒各位的外賣送遞員 不過事主就忍不住反駁 你是不是那位外賣員 我走過去店舖拿 近過你放在那個位置 就是叫他拿外賣的位置 網民仔細分析那個外賣員埋怨要他在窗運中心 行600至700米去到寶湖拿餐 誰不知送回寶湖 而他去寶湖旁邊的屋苑 婦營放下外賣 估計想回大埔中心附近繼續跑單 有些留言說他明明自己在做甚麼工作 亦有網友說這麼囂張 我都試過叫外賣很近 那我湊著個初心B出不到街買不行的嗎 亦有網友說怕全新行 街都不要出學人送外賣 Foodpanda是有回應事件 根據報導內文就這樣說 有網民將有關的事件向Foodpanda了解 Foodpanda的客戶服務有回覆 就說非常感謝你通知我們相關外送員的問題 在此是至上最高的協議 我們會將這次的事宜和狀況反映給營運團隊 進行後續處理 並會在系統當中對這名代顧送餐員的檔案 注記了這件事件 另外進一步跟進並將評估他的服務狀況 誠心地以避免類似的誤會再次發生 一口氣跟各位網友跟進了這個非常奇怪的網絡熱話 話說狂仔昨晚都留意到這件事真的令人摸不著頭腦 說著叫了外賣 那個人就是Foodpanda的外賣員 就跟他說我整身大行走來走去很辛苦 你這麼近不懂自己去買 結果就把外賣就這樣掛在街上的單車 叫他你自己下來拿 不要說我沒有良心 當然外送員的辛苦我們要體諒 但這件事真的非常奇怪 有什麼可能會這樣把外賣掛在街上的單車 叫你自己下來拿 那位市主也摸不著頭腦 據了解仍然在網民熱烈討論中 另外跟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個數字 根據HK01的報導 疫情何時會完結 調查指五成半的人預計今年還未完 有16%的人估計這個日子過後才會完結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本港新冠疫情至今持續兩年多 有調查指出每三個人就有多於一人的日常生活 因為疫情而產生重大改變 究竟現在香港人的行為和心理有什麼改變 對疫情結束的預期是怎樣的 根據國際市場調查公司 今年2月民調的結果顯示 第五波疫情期間 香港人對新冠疫情的關注程度飆升 是四成一受訪者首要關心的問題 亦較去年12月上升了18個百分點 首要關心個人財務和本港經濟的百分比也減少 港人生活受到疫情影響最嚴重的 是和家人和朋友面對面的社交活動大減 由六成二跌至二成六 同時社交生活轉為網上娛樂 在串流平台觀看影片的百分比增加 而金錢使用習慣亦有所改變 市民減少外出購物和投資傾向儲蓄 心理方面港人負面感受大增 最多人感到沉悶 同時超過三成的受訪者感到沮喪和害怕 較去年9月的時間增加了15個百分點 而感到樂觀和平靜的受訪者亦各自減少超過20個百分點 被負面情緒取代 去年大部分受訪者預計疫情會在2022年或2022年之後結束 最新調查指出香港人預期疫情完結的時間點再延後 更多人預計疫情將會持續到2023或2023年之後 以及到期時本港經濟才復甦 最新的調查數字都反映市民的心情非常灰暗 亦都難怪若然經歷過第五波三個半月以來的改變 的確覺得是非常之從來未見過這樣的香港 很多朋友首庭口庭經歷過這三個半月就會很明白 兼且負面的預測是提升了 很多人都估計今年疫情都不會完結 問問各位老友的你猜一猜今年疫情會否完結 還是會再拖拖到2023甚至2023年過後 不妨劉過賢一起聊聊天 我是礦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的時間